欢迎收看Kiniti快报 国家元首早前颁发四名驻外大使委任状的时候 并没有巫统巴西沙勒国会议员打组定的份 打组定昨天向每日新闻表示 如果最终没有受委出任我国驻印尼大使 他也没有问题 他说他还有很多身份在身 例如他是国会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 又要照顾选区人民 因此无论政府最终做出任何决定 他都将会接受 另外他还向前锋报表示 他已经见过了首相伊斯麦沙比里 讨论出任大使的课题 前锋报报道 达主丁透露 他相信政府的决定将会是明智的 但达主丁拒绝透露 他跟伊斯麦会面的详情 当今大马早前报道 国家元首颁发国书 给四名新任大马驻外使劫时 达主丁和盛传将会出任驻美国大使的纳兹里 并没有出席仪式 消息人士早前告诉当今大马 达主丁之前大力支持伊斯麦沙比里出任首相 伊斯麦沙比里因此以大使职位感谢达主丁 不过阿莫扎西随后却行使党主席的权力 隔出了达主丁乌统最高理事的职位 而达主丁也不甘示弱 马上召开记者会大爆料 揭露阿莫扎西曾经下令乌统国会议员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当首相 曾经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处前部长达吉尤丁早前承认 副首相协议确实存在 林冠英对此出行反弹会 调查达吉尤丁和伊斯麦沙比里 是否滥权利用官位分配来谋取私人利益 林冠英今天发文告谴责 现任政府领导人不负责任 将官位视为私有财产 滥拥在派系的政治利益之上 他质问反弹会最终会独立调查首相和达吉尤丁吗 还是再次证明他只是一个政治工具 为了维护现任政府的利益 而被当成武器使用 也是一党总秘书的达吉尤丁早前证实 国盟兼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的说法 那就是伊斯麦沙比里在担任首相前 曾经和国盟签署协议 当中提及副首相职位的安排 但达吉尤丁补充 这份协议不是合同 只是一份备忘录而已 另外林冠英也批评 利用官位换取支持的恶习 也包括政府任命没有专业能力的政治人物 或执政党议员 担任关联公司的董事或重要职位 例如史无前例的委任一名巫统政治人物 担任政权会主席 雪州共青团代表阿克马阿都哈林 在共青团大会辩论时批评 如果当今政府反贪不利 首相和内阁就应该总辞 他更扬言 人民将会上街反对释放贪污罪成的领袖 如果他们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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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如果他们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谁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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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还有他们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当今时的演讲时提到 共青党内部分析的问题 他更一度沉洒会场 他更一度 沉洒会场 我没有尽论 但是她沒有象徵 我会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但是我会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我会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和民主席 我会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我会不担任政权会主席 我们不是一个武器 我们是一个伙伴 如果要留下就留下 但不要我们在这里成为武器 不要成为石头 不要弄弄我们的东西 公政党总秘书赛福丁 为共青团演讲时则提到 安华是公政党首相人选 而公政党在来接大选 除了要捍卫已经胜出的议席 也要和行动党和诚信党谈判 出战更多的议席 公政党今天开始召开代表大会 虽然党内不断传出要安华下台的呼声 但是国会议员哈萨卡林却捍卫安华的领导 他形容安华是公政党的资产而不是负资产 哈萨卡林在文告中说 安华是列国墨西运动的资产 这个斗争超越了出任首相和成立政府 而大马长期由精英主导政治和经济 他们不会允许安华上台 因为安华鼓吹倾向普通百姓的政策 而且安华公开反对重大贪腐丑闻和要求良好施政 让他成为了他人攻击的对象 哈萨卡林还说 这些政治精英在背后玩弄各种政治阴谋 以致马哈迪违反了交棒的承诺 击打大臣沙努西昨天向所有受到华林水灾 影响的居民公开道歉 不过他认为水灾并不是他的错 而是上舱的安排 而且他如今被迫承担前朝政府的罪孽 如果这些事件有可能会有 因为的 从来自担任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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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我 kesilapan itu disengajakan untuk mendatangkan bencana kepada kita pada masa ini bagi pihak kerjaan negeri saya mohon ampun dan maaf selamat menikmati selamat menikmati